哈囉大家好,我是拉拉方糖,CheerSugar 最近就是想要講一下 大家都知道現在那個武漢肺炎的關係 那應該大家都很清楚,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都是會有排華的現象,我猜啦 那其實排華的現象,因為在外國人的認知裡面 他們沒有辦法分辨講中文的人是中國人,台灣人 馬來西亞華人或者是其他等等地區 那他們都會認為說講中文的人就是都一樣 對,然後所以他們可能會特別的排斥 我講一下我自己身邊遇到幾個狀況 我跟韓國人他們一起練習 那練完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搭地鐵 那在搭地鐵的過程中就是剛好遇到 旁邊有幾個中國人在那邊對話 對,那跟我一起搭車的那幾個小妹妹 他們剛好就是聽到旁邊的人講中文 然後他們就特別的移開來 然後就誒,怎麼了嗎? 那他們就說,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對,然後他們就特別往旁邊靠了一點點 因為我是台灣人嘛,所以我聽得出來講中文的口音 所以我就特別靠過去了一點點 然後去聽一下他們是台灣人還是哪裡 聽一下,沒錯他們是中國人 對,那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再來就是 呃,我剛好前幾天在搭計程車的時候 上車我們都沒有講話 在我們快到的時候啊 我們就講了幾句話 那我們是用中文對話 計程車司機他原本沒有戴口罩 對,那我們一對話完之後他就戴了上口罩 對,我們下車的時候也討論了這件事情 當然大家現在怕的是這個病毒 並不是中國人或者是講中文的人 但是說真的他們就是 因為聽不懂中文嘛 沒有辦法他們就沒有辦法分辨說 各地方的口音 就好像各位 呃,如果我們可能不懂這個語言 我們不懂韓文的話 我們也可能沒有辦法聽出 呃,首爾的人或是釜山的人 他們講的韓文有什麼差異 如果你不懂這個語言的話 對,所以大家就是 只要聽到中文就會有一點點排斥 那再來就是有很多網路上 呃,很多群組 或者是網路上有貼很多的文章 對,就是說現在韓國有很多的禁止 中國人進入的狀況 包含現在 我們原本有外國人登陸證的人 那你可能現在如果要去夜店的話 你都必須帶護照 因為他們必須要確認你不是中國人 但是只有幾間夜店啊 對啊,尤其是觀光地區的部分 那夜店一定也是屬於觀光地區 在宏大嘛 那其他就是 呃,觀光地區的 一些餐廳 他們可能會貼上一些 呃,禁止中國人 或者是 就算他們沒有貼 那可能你進去的時候 其實講中文 就是 會 大家會多看你幾眼啊 那不一定會被趕出來 對 通常就是在觀光地區的這樣子 如果你在非觀光地區 就是可能 嗯 大田啊 或者是 反正就是外國人比較少的地方 就不太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好,再講一下 就是也蠻多人在問說 那現在到底適不適合來旅遊呢 呃,說實在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給各位任何建議 就是說 因為畢竟其實現在就是 呃,非常時期 對 那大家 如果你的機票已經買不能退的話 就是 沒有辦法的事情嘛 對 就是除非你了錢 然後退掉機票 退掉住宿 那如果你都還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們只是在計畫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建議就是 等過了一陣子之後 再來旅遊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 大家來旅遊的人一定都是在觀光地區活動 可能自己 會遇到一些感官不好的問題 所以 避免各位來旅遊 不開心的話 就是 呃,可能過一陣子再來會比較好一點點 韓國的呢 醫療口罩的名稱是KF94 對,那大家也很多人在問說 代購這個問題 那韓方也已經有公告說 現在的韓國口罩只能出口 帶一次只能帶三百個 對 那再來是 現在在路上啊 或者是各個門市超商等等的店 你們要看到的口罩 也都是 現在已經價格上漲了 對,可能一個要到四千塊一片 甚至有看到一個六千塊一片 對 所以就是非常貴 現在物價已經 就是被大家炒高了 總結呢 就是最近的排華現象就是 其實沒有很嚴重 但是是有的 這是確實的 那如果要來旅遊的話 就是 大家自己決定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很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IG 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